四層樓高的砂石庫底下布滿大量砂石 一名印尼移工卡在角落 整個身體都被砂石掩埋 只剩下一顆頭露在外面 原因這家電線桿製造商 做原料的砂石疑似因為受潮堵住出口 印尼籍移工拿著圓敲 進到砂庫內想把砂石敲松 結果一敲上方的砂石向下滑落 將它掩埋 幸好只埋到頸部 它還能呼吸 消防人員利用固定繩下降到砂庫內 業者也幫忙先清掉一部分砂石 經過一個多小時 順利將移工救出保住性命 是不是操作流程有問題 廠區被勒令停工接受調查 而雲林在一天內還有第二件公安意外 資源回收處理廠外拉起長長封鎖線 一名工作十六年的資深女員工 不小心跌入壓縮打包機內喪命 女員工的姑姑趕到現場 回修廠老闆娘當場下跪道歉 死者姑姑將老闆娘扶起 但家屬想知道意外到底怎麼發生 上午十點多四十六歲的黃姓女員工 正在操作寶特瓶壓縮打包機 疑似發現機器卡住 拿著鐵棒爬上去 想要打通回收物 卻從上方摔進運轉中的機器裡 當場死亡 姑姑說死者在回收廠工作十六年 經驗老到 想不透為什麼會發生意外 職案中心初步調查 認為處理廠的作業流程有問題 依法勒利停工並開罰 華視新聞有保證張志娟 吳健鴻 原點報導 哈囉 我是萊娅 想要搶爾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